苗栗大埔爭議持續了三年多 居民不斷的北上抗議 卻始終沒有獲得解答 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承諾 房屋原地保留 但是後來的內政部都委會 卻推翻了這樣的說法 一直到7月5號最後通牒 那麼事件許莫 我們先帶你了解 三年前的六月 一步步怪手開進苗栗大埔農地 強制封路 破壞稻田 開啟了大埔事件的爭端 大埔事件延燒 朱老太太的一家子弟不保 讓他心情相當低落 沒多久就喝下農藥輕生 家屬氣憤指控 政府強制徵收大埔農地 導致一條無辜生命結束 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 更出面和反對拆遷戶協調 強調原屋原地保留 化地還農 對於特定農業區跟農業區的使用 要維護 一定本於維護農民 他的意願跟權利 針對大埔事件 內政部都委會召開多次會議 但化地還給農民的承諾 全部都被推翻 直到去年七月的會議中 還是做出拆除決議 讓大埔居民綠綠北上抗議 痛批吳敦義承諾跳票 吳副總統出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你當初的承諾 大埔居民提出行政訴訟 要求內政部撤銷徵收計畫 不過就在司法程序還在進行當中 居民就收到苗栗縣政府公文 要求他們七月五號之前自行搬遷 這又讓三年多來的爭議 再度升到最高點 有電TV綜合報導